先分享這個印度考生這個有趣的話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電影的出貓特工隊 這套泰國電影就說兩個天才在金錢引誘下 幫其他人作弊 做一個跨國的產業鏈的故事 出貓出得有技術 具規模有高科技 原來不只電影 原來真實也有發生在印度 給大家看看圖片 這張是什麼呢? 就是發生社AFP報導 就是印度在週日、星期日舉行的國家級教師 國家級教師考試裡面 當地政府原本已經想著制止考生作弊 斷網,就是沒有上網 但是就算做了這麼多也好 竟然有人都試圖用一些高科技產品作弊 當地警察錢德拉就說 這些作弊的涉嫌作弊的考生 就利用腳上的藍牙拖鞋 就是這張圖片顯示的 去接聽電話 然後將內容透過無線方式 傳輸到隱藏在耳朵裡面的微型接收器 去看看答案 然後考試前就有監考人員發現幾名考生 行蹤可疑 將他們帶到醫院給醫生檢查 才在耳朵裡面發現了藍牙接收的裝置 幫他們移除 這個印度警官的解釋 雖然猜到有人會作弊 但沒想過會用藍牙的方式去作弊 事件至今就有大約10人被捕 而這25位學生就買了這款藍牙拖鞋 據說要60萬盧幣 就是大約新台幣22萬 計算港幣大概4至5萬元 警方就說 發電作弊方法通知印度各國考場 就要求考生脫下拖鞋 赤腳進入考場 事實上印度作為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國家 國家的考試競爭相當激烈 但是作弊的風潮也是非常盛行的 看看幾個例子 根據衛報 18年4月3日報導 印度最好的大學的錄取率大概是 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十分之一 每年大約有1700萬的畢業生 但是要去爭奪550萬個工作崗位 所以在印度考試 在各行各業都是非常猖獗的 也變成一個扭曲了 也相當輕盛的產業 替考、洩漏考 考題 以及賄賂考官 都是一個經常使用的手段 報導也說 有一位媽媽向作弊的黑手黨 Cheating Mafia 支付了人民幣1500元 他堅持這種做法不是作弊 是一種幫助小朋友找出路 這張圖片是什麼呢? 就是講一個印度一場畢業考試 曾經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就是2015年 在比哈爾邦的作弊 光天化之下 竟然有一群家長用繩 爬到五層樓高的考場外 向他們正在考試的小朋友遞答案 這場為期三天的考試 他們做了蜘蛛盒 扔了小抄 冒著生命的危險 最後有三百多人被捕 七百多個學生被開除 印度政府現在就在很多的考場 裝了監視器 有些更加要考身 要在門口要脫蜜 也要考官要求 有些可能要脫衣 為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這個就是在印度的比哈爾地區進行的徵兵考試 一天1,159名的考生就被要求脫衣 只剩下一條底褲 在一個地方 開闊的地方 大家沒辦法看到大家的答案 然後進行考試不試 考試時間為一小時 負責人形容這個方法非常之好 因為可以折散搜身的時間 又可以防止考生可以帶小東西 拿一些小物品去作弊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 一個國家出貓 出貓這麼嚴重 其實也挺可怕的 因為你出貓其實跟偷東西沒有分別的 你偷的只不過不是一件物品 而是你偷了其他人的機會 以及未來而已 當然公道點說我不是說香港 或者中國內地沒有學生出貓 事實上中國在2017年 洛山警方也發現了10萬套 是無線考試的作弊器材 包括音頻的訊號的接收器 針孔攝錄機 但我只是想說的就是 如果我剛剛所說 印度的狀況是熟實的話 就相當令人害怕了 起碼我相信我們的解放軍的考核 應該不會穿內褲去考 應該不會那麼誇張 我也相信應該不會中國的家長 可怕到會攀爬五層樓的教學大樓 就扔個小鈔給裡面的子女去考試 以及剛才那則新聞 是講老師的考試 老師要講究竟下一代 老師也有十萬 不是十個 十個人涉嫌穿這雙藍牙拖鞋 就是說這班人教學的心態是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超越中國的國家 看來也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 至少在我眼中 短期內應該也很難超越到中國了 再講講另一則新聞 最近很流行爆料的 除了一些政治人物在香港爆料之外 也是美國的政治人物也爆料了 就是講誰呢? 看一看圖給大家看 就講這個叫前白宮發言人 郭瑞珊 他日前就講 即是跟媒體講 他將會有一本書 這本書總共有352頁 就名為現在我來回答問題 我在特朗普的白宮看到什麼 這本書就會講 在2019年的日本大阪 20國G20的90分鐘對談前 特朗普就曾經向普京 跟普京示好這麼說 我之後有幾分鐘就會跟你 對你的態度強硬一點 這個也是為了在鏡頭拍攝而已 等媒體離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好好地談 我相信你會理解的 郭瑞珊也說 特朗普和普京兩個還開玩笑地說 說他們應該擺脫這些發佈假新聞的記者 特朗普就說 普京你在俄羅斯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普京回答 是的 但是我們也有的 一不一樣的 特朗普之後笑了 指著普京說 你不要插手選舉 這本書很有趣的 除了有說特朗普 特朗普特意在俄羅斯總統普京面前 展示一個強硬的姿態之外 也說特朗普如何霸凌幕僚 歧視女性 甚至要求晉升漂亮的女助理 說回這位女士的背景 她是特朗普身邊最資深 任職時間最長的顧問 曾經任特朗普第三任的白宮發言人 和白宮聯絡室的主任 他到了 今年1月6日 國會大會暴亂的期間 才是宣佈辭職的 至於她說的話是對還是錯呢 就是留待 更加多的消息 台大本書出了之後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但是我們要講一本 另一本就已經出了一本書 就是 這本水門案資深記者 吳華德和華盛頓郵報記者 歐斯塔 合寫的這本爆料新書 叫做Perio 就是危急關頭 就說特朗普在執政的末期 有一位將領 致電中方的高層 向他保證 如果特朗普 被特朗普要求向中國開戰 到時就會私下 提醒中國的 書中說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 就是Jan Millen 說他在2020年10月30日 以及2021年1月8日期間 兩次打電話給李作成 時間點都是2020年大選之前的倒數四天 也是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發生了國會衝突 造成死傷的兩天之後 在談話中你作成的保證 如果特朗普 真的向中國開戰 他就會私下作出警告 現在麥利在今個月28日 在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要解釋 他解釋說這兩通電話就好像他過往 打電話給其他世界的軍事領袖的電話一樣 屬於一個職責所在 只在避免軍事衝突 危機的處理 避免核武強國之間爆發戰爭 他說當時美國的情報官員評估 中國可能也很擔心 特朗普向中國宣戰 麥利說 我知道我確信特朗普總統 就是當時 無意攻擊中國 所以向中國傳遞這個信息是他的責任 麥利還說 特朗普政府有其他官員就知道他打電話給李作成 就是我們中國的一個將領 他說有什麼人呢? 他說去年10月 那個電話有8個政府官員在 今年1月那個就有11個在 知情者包括當時的白宮幕僚長 梅道斯 國務卿蓬佩奧 國防部長艾斯博 雖然就這麼看回 剛才我所說的 郭瑞珊的新書內容未經證實 但是不說得這本危急關頭 關鍵的內容相信很大程度是真的 因為至少麥利已經承認他聯絡了中國軍方高層 更加反映到美國人是不是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呢? 你想想蓬佩奧這麼鷹派 連台灣從來不是中國一部分這些說話都說得出的 而他又默許通話 這個蓬佩奧是不是在演戲呢? 可能都是背叛國家 背叛美國人民 甚至背叛台灣的蔡英文呢?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即場都知道 很多人在你面前說 你相當優秀 其實他未必真心覺得你優秀 可能是禮貌上 就讚美一下你 其實背後就說你壞話的 即場關係如此 外交關係亦然 所以有些人拍拍手就說英國支持香港示威者很開心 然後英國轉過頭就跟中國釋放善意 兩邊制衡 然後有一幫人就心情大喜大樂 說英國為什麼出賣香港的手足呢? 其實人在江湖 你正在賺好處而已 英國、美國也在賺好處而已 不過賺好處是在中國身上的 這就是我的分享 有收聽歌 iche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